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大象旅游业 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是一种非常非常不环保的 大象非常非常的可怜 所有的大象是野生的 如果被人驯服就要大套 那只能是大套 所以你能看 仔细注意他们见到驯向师的时候 大象在见到驯向师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害怕 因为经常会挨到虐胆 所以像这样的场面 不光是我们不去骑 我们连胃都应该胃 就是我们完全应该无视这个行业 让这个行业赶快结束 就让那个大象自由吧 对 我们应该让大象自由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带训练的小大象 挺惨的 所以大家以后千万别支持这个产业 那为什么要绑着那链子呢 他跑了呀 而且他们会发怒 发怒了以后会伤人 我们经常会在电视里看到大象伤人 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大象伤人事件 实际上他是野生动物 他在跟人接触的时候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这么大的体型 所以说我们应该尽量去保护他 而不是拿他挣钱 孤独旅行家好 在那里面说 你不开心 没有来自行走 只为我们的小伙子 还能不开心 那他在表情 他在对糊口中 都不开心 所以我们情报到 中文字允论 好